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早上好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来奥克莱大概有十天了吧 其中在第四五天的时候 在看到过一次来贴白云 其他都是在下雨 终于今天贴机就好了 来贴白云 真正让我感受到了新西兰的那种美好的贴气 昨天睡在这里还是很安静 这道房子确实老了一点 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租房子还是要租一点新一点的 这个老房子住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一开始高来嘛 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是特别懂 肯定会踩一些坑 到时候我会通过视频的形式跟大家分享 希望以后来这里的小伙伴们 可以听取一下我们的一些建议吧 高八斤这里其实很多设施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生活也会很艰苦 没有床 那昨天只有就打地铺睡在那个地台上面 因为这里的租的房子 基本上很少会有带家具的 因为老外租房子是都自己有家具掰过来 所以说一般租的房子也是没有任何家具 所以说又困到马上快要 中国的春节了 所以说估计还有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都不到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赶紧去 看看床 家电 比如说冰箱呀 洗衣机呀 沙巴呀 看看能不能在春节之前送货 春节之前不能送货的话 那我们一家人只能在重重状态下过年了 会觉得很落魄 但是人一定要朝前看 因为你来一个陌生的国家 你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挫折呀 困难呀 委屈呀 我觉得这些都是暂时的 总有一个过程 从不熟悉到熟悉 到深入的熟悉 到你可以包住别人 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所以说不管是送孩子来这里读书 那个你是来这里工作 或者移民 都会经历这一个过程 也许有的人时间差一点 有的人短一点 那是取决于你的自己的一些 对生活品质的一些要求 和自己的荷包的一些 各方面的因素吧 我是希望既然来了 一定要抱平心态 心态最重要 你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就到你生活的一种磨裂 你磨裂过了 你往后的日子才会更好 好了 吃点东西 我们就去买东西 好了朋友们 我来到了那个 在小红书找到的一家 里面买沙发 买一些床 买一些家具的 这样一个生活馆 好了我带大家去里面看一下 哎呦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一加二加三总共一套 五千八百八十八 好了朋友们 在这个家具店里买好家具了 给大家看一下 买了两张一米五几的大床 因为两个孩子叫他们带入睡 他们怕 所以说我们买了两个大床 这个应该是一米五六好像 比国内一米八的稍微小一点 床垫是这个床垫 床不是这个床 床是一个白色的 然后我还配了一个五斗柜 然后两个小孩呢 儿子跟我睡 女儿跟他妈睡 因为高高来嘛 他们有点怕 还有一个朋友们 这个菜桌开着还可以 价格是698 然后椅子是这种椅子 这种椅子是198 四个椅子一扎桌子 沙发买的是这个颜色 这不是双人的 我们买了一个大的 三人的 价格是这个价格 然后也是声音也放在客厅里 不容易换 好了 总共买好了 然后总共价格是 为了你 5千970 好了 这个价格呢 包含了他的安装送货 因为我们下去还有几个台阶 然后台阶要收费 然后垃圾带走 大概差不多6千块钱 那你要打招呼啊 这是我的宝贝女儿 她说要出镜一下 好了 基本上的生活用品 家具用品买好了 然后呢 还要去华人的超市里边 买一些扫把呀 垃圾桶啊 还得再去买一些 希望在春节之前 把这些东西自备好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付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很好 好了朋友们 现在家具已经买好了 现在要买点家垫 特别是一个小冰箱 再一个洗衣机 好了 来到了这个大型的买家垫的一个大卖场 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的家垫价格 玩太平洋 Let's go 完了买了一个这个环境洗衣机 那是一个澳洲的盒盒 7.5公斤 我觉得完全够大的 因为我们玩房车的2.5公斤都在用 然后就这个价格 然后送货上门第一届 8.9公斤 第二届 30公斤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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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洗的话会用 8公斤的 然后这个呢 是由我们也保修的 对 所以我老朋友 看着那个 然后纯片也会用 一个新大件的话 比如说床单 这个是一样的 床单 床上用筆 是这种白的 对 然后你这种白的 就好 这个是10公斤的 那我会用 8公斤 到时候可以站立 卫生问题 然后你看 这边放洗粉 那你现在看 然后冰箱呢 就选了这个 我们海尔的230层 因为我们是租房嘛 所以以后不租了 便宜的卖的就行了 就不需要买太好的 没必要 230层 我们一家四口也够用了 有时候我不在西西来的时候 我老婆还是三个人 所以我觉得要够用 现在白家呢 也轻一点 对吧 今天这个是租的房子 最后我老婆又开出这台了 因为这台尺寸呢 跟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里面的 呃 留的 定下的位置 尺寸差不多 哎 妹妹把它打开 哎 这里面空间大很多了 看到没有 啊 然后价格嘛 就差1000块钱 就差差 M&B现在是 贵率10比3 差4300块钱 哎 门关起来 这个啊 然后这个尺寸 是83块 啊 那个尺寸会更多 他就 他们娘三有时候 采购一次 就不需要天天去采购了 然后门关起来 好 谢谢 好 就决定这个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的家地价格 还是比国际贵很多啊 因为我们中国的家地 现在应该是 在全世界来说 都已经很成熟了 这个松下的嘛 应该是 啊 都是 2万 啊 4千多 445 2万不到 啊 这个2万不到 这个都是松下的 然后转过来 这国产的不便宜了 2千 518千块钱 8-9千 外保块钱 这是海耳的 啊 这个不是国际 啊 所以说这里的家地啊 我感觉都比 出境 国内贵很多 这个是海性的 不要4千块钱 这个4千多 这个4千三